香港大律師工會上週三發表聲明 主點反駁中共國務院發表的香港白皮書中 要求香港各級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員 與政府官員等所謂治港者貫徹執行基本法 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家傑對本臺記者表示 白皮書是從根本上挑戰香港司法界25年來 對一國兩制的理解 香港大律師工會的聲明表示 白皮書將香港法官及司法人員定性為治港者的舉措 將會對港人或大陸內地人民和廣大國際社會發出錯誤訊息 令人誤以為法院是政府機器的一部分 並且同聲同氣相互配合 大律師工會還引用現任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擔任會長時 於2008年發出的大律師工會新聞稿 強調司法制度不應視之為香港管制隊伍的一部分 工會特別指出此立場至今依然有效 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家傑是一名資深大律師 曾任大律師工會主席 他對新唐人表示 大律師工會為何對白皮書做出迅速而強烈的反應 主要是不認同中共當局對司法人員提出政治要求 最主要就是我們一直都相信一國兩制裡頭 我們的法官都只需要根據法律的原則 和無畏無據無私的依法判案 我們的法官不需要有任何的政治的考慮 如果你說我們的法官都是治港者一部分 他們還要確保香港的安定、繁榮、國家的安全等等 這一些都是一個政治的考慮 白皮書要求香港的法官應正確理解基本法 梁家傑對這套說辭感到可笑 在我們的制度裡頭 沒有人比起我們的法官更權威去理解我們的憲法跟法律 所以不存在他們需要正確的去理解 誰能理解比起法官更正確呢 這是一個我們覺得很陌生的一個概念 大律師公會在聲明中特別強調 尊重法治遠超乎事事只求依法辦事或依法施政那麼簡單 還包括在權力行使上自我制約 好使司法獨立的重要性得到適當的重視和彰顯 而根據基本法 香港司法制度獨立於行政及立法制度 梁家傑還表示 白皮書顛覆了香港司法界25年來對基本法的理解 白皮書跟我們25年以來就是自從1990年基本法頒布以來 我們對於基本法一國兩制概念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你都知道了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單一的權力架構 那麼如果在這麼一個制度底下擁有完全絕對權利的一方 他不懂得如何自我約束自己僅使權利一或兩制 絕對沒有可能成功的 公會聲明同時指出香港實行普通法制度 法官和法院不應也不會學習或聽命於任何人一錘定音似的最終解讀 據香港明報報道 曾經參加起草基本法的資深大律師李柱銘表示 中國國務院的白皮書只是北京政府的白日夢 國務院根本無權解釋基本法 若拿到法庭去最終還是要看基本法 李柱銘說中共對一國兩制已無信心 他做不到但又不敢收回去 於是自己出來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釋 李柱銘呼籲香港市民七一出來遊行向中共說不 據蘋果日報報道 身為大律師的立法會議員郭榮坑擔心 假以時日中共會依照白皮書內容來改變香港 而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指出 所有司法獨立的國家及地區 包括香港在內 法官只會宣誓向法律效忠 不會向國家或當權者效忠 另外梁家傑對美國華爾街日報表示 北京發表白皮書是想阻撓市民參加622投票 因為投票結果可能令北京難以承受 622占領中環行動的組織成員戴耀廷則說 白皮書了無新意 不過目的在於恐嚇香港居民 6月22日和平戰中行動將發起全民投票 就兩項議案進行全民公爵 決定港人對政改運動的立場